大家好,我是卡姐 又是一個下雨的早上 卡姐今天一早就下來列治文 今天也有很多工作 我會在下午有一個聚會 卡姐又想省水省力 就不用做那麼多事情的情況下 我就決定下來這邊買蕭蜜 有朋友介紹我 就說你試一下吧 你經常吃那個Superstore 樓下那間蕭蠟檔 你試一下百家店裏面那間 其實百家店裏面那間 我經常都吃的 現在就來到帝國中心 我很多時候來 我都是光顧吃油炸鬼 很著名的早餐店 和旁邊的餐館吃飯 今天就不是去那邊 就來這個中心的另一邊 它裏面有個美食廣場 有個food court 今天就來試一下它的煲仔飯 一直都有朋友推薦我 說卡姐 你試一下那邊的煲仔飯 挺好吃的 好吧 我今天就來試一下 其實這個美食廣場這邊 我比較少進來 因為我進去 我就聞到一層很大層的 那些中藥味 可能這邊的中藥店 中醫館比較多 味道都很大 所以我就很少進去 那我今天就進去吃了 除了煲仔飯 還有朋友介紹我 就說你也都試一下 在公眾市場 二樓又是美食中心那裡 有台灣鐵路排骨飯 嘩 我看看我今天做不做得齊 那麼多東西 我今天主要就是去買蕭美 試一下這個煲仔飯 聽說就說很多人都是光顧過去 但是我真的沒有吃過 這檔煲仔飯 進來這個美食廣場 都見到它有很多東西吃 又有重慶美食 還有一間做海南雞 都比較出名的一間叫做百達門 還有一間就是雲南 小食 還有就是禮量機 其實禮量機就是吃牛雜 我最早吃它這間店 就是在二字民公眾市場樓下 它以前是開在菜單旁邊的 我覺得以前的牛雜是很好吃 但是現在試到又好像 不知道是不是現在是選擇多了 又覺得都OK了 現在就叫了一個 這個醬魚雞粒鍋仔飯 加了一個鹹蛋 你下了單之後 二十分鐘它就會煮好了 這二十分鐘 你都可以去對面那個 超市仔那裏 逛逛逛逛逛逛逛看哪些菜 肉賣 你才走過來吃就對了 那我就吃不完了 但是呢 就覺得試一下 這個煲仔飯是用瓦鍋來煲的 有飯焦的 飯也不錯 你說是否特別好吃呢? 我覺得是中規中矩 現在很多地方都有煲仔飯吃 各款煲仔飯都可以加鹹蛋、雞蛋、臘腸 還有一些炒的椰菜也不錯 還有豉油醬汁也調得不錯 方便來就試一下 吃了幾口煲仔飯就要打包了 現在就來這個百家店的燒臘 當來買兩隻燒鴨和幾磅的叉燒 再另外買多一個燒肉和叉燒飯盒 給照顧家老人家的姐姐吃 這裏應該是整個豬燒的 我平時去Superstore那邊吃的就是燒腩 不是整隻豬 有些人喜歡吃一些瘦的燒肉 例如沙利督那些 你就應該要過來這邊買了 因為如果是其他的店 他沒有這麼大的燒烤爐 他肯定燒不到整個整豬出來 他如果燒到整個整豬出來 你是可以吃到整個豬的所有部分 例如燒豬手豬腳也有 其實那些燒豬手豬腳也有 你買了回去 煲菜肝蠔豬竹也可以 用來燒生筋也可以 用來燒生筋也可以 這些就是我自己爸爸很喜歡做的菜式 在這裏 由於它是整個整豬這樣燒 你是真的可以買到所有的豬 你喜歡的部分 例如燒腩 或者是一些瘦一點的部分 我今天就是要來買兩隻燒鴨 很多時候我都會 如果有些聚會的時候 我懶得要做其他 好像泡沫的菜式 或者我真的沒有時間去做 我都會買燒味的 覺得燒味不但唐人喜歡吃 西人都喜歡吃 那你買兩隻燒鴨 和買幾磅的叉燒 或者燒排骨 我覺得就好好看看 買這些都是貴的 貴之中就省到時間 省水省力 見到這一檔 師傅切得很利落 拍一拍 這裏很多人都推薦 百家店 我比較少過來這一檔 不是沒有是少 為什麼呢? 因為這邊有時候很難拍車 二例 我有時候喜歡吃 另一間燒蠟蕩 那些豬腩 我覺得好像五花腩 很好吃 見仁見智 這個純粹是我個人的 其實它的叉燒都很好吃 今天買得比較多 真的它的叉燒是不錯的 其實每一間燒蠟蕩 我相信它們在醃料上面 都有少少不同的一些 醃料放進去 醃的豬肉 叉燒 或者是排骨 這裏的油雞都不錯 挺好的 今天真是滿載而歸 一大袋 其實燒蠟吃不完 你可以用來煮粥 叉燒吃不完 你可以用來炒炒蛋 或者炒炒飯 這樣也可以 很好吃 省水省力 就這樣 這一盒 給姐姐吃 看到百家店美食廣場 有一袋賣包 挺吸引 但要等 我又免得了 不要了 現在真的 每天都是下雨 如果你習慣了 都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你如果是開車的 就完全不會影響你日常出行 買齊幾大袋 又回來拿車 然後再去繼續 去買虛戰的台灣鐵路便當 相信在七八十年代 去過台灣旅行的人都吃過 如果你坐過台灣鐵路的火車 你一定會吃過這些便當飯盒 很多時候都是台鐵員工的家屬 他們自己做出來買的 是非常好吃的 很特色的 現在也多了高鐵 台灣有 也有高鐵裏面的便當 做得很骨子 以前那些飯盒 做到是鐵的 或者是用木的來做的 現在就用紙盒了 我又去買一買試一試 是否和我幾十年前吃過的 同一個模樣 其實在溫哥華 真是很有福 我自己都這樣覺得 其實在八十年代開始 真的可以說 慢慢慢慢到現在 已經形成了一個美食之都 除了在亞洲中華美食的本土上 當然 那邊 無論食材 師傅 我相信 都是做些東西出來好吃的 因為粵菜 村菜也好 所有這些中國的菜系 都是源自於中國的 離開了中原大地之外 很多的調味品 味道 食材 你如果重新去覆黑出來 不是不行 有些是可以的 但有些都是差一點點 說到燒味來講 我覺得溫哥華的燒味 就是No.1 其實多倫多都不錯 在八九十年代 就來了很多粵菜師傅 做燒蠟的師傅 他們真是很厲害 還有這邊的豬 是比較瘦一點的 不會說肥腿腿 要指定哪一塊 師傅 麻煩比較瘦一點的燒蠟 或者瘦一點的燒肉 不需要說 你隨便切 都會 是比較瘦一點的 不會說很肥的 煮下飯 你要斬料 今天你要吃燒味 油雞切雞 白切雞 滷水鵝掌液 滷水真肝 甚至燒排骨 燒豬手 豬腳 基本上 基本上你想要什麼都可以買得到 但是呢 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麼多燒鴨 但是呢 就不見有鴨腸 鴨腸 鴨腎 鴨腎 鴨肝 鴨肝 新鮮的 你在任何的唐人超市 都經常見得到 有得賣的 但是鴨腸 就真的不見了 鵝腸不見 鴨腸 鴨腸不見 而且 要燒得美的鴨腸 我現在都沒有吃過 因為呢 我就將它和 回到中國 南潘順一帶 台山四一一帶那些鴨腸 和香港的鴨腸一比 這邊的鴨腸真是很順悉 真是不行 我不知道是鴨腸的品種 還是師傅的問題 其實呢 一有燒鵨上市 哪裏有得賣 鴨姐就第一時間去試 但是我有時試了 我都不想在這裏分享 因為自己都覺得是一般 的時候 我就不想再告訴大家 它有多好吃 免得誤到 不過這些也是很個人的 但是呢 又說回頭 真的那些鴨腸就不見 其實那些鴨腸挺好吃的 我很多時候去台灣旅行 台灣的熱炒店 他們也有很多那些 滷水的鴨腸 或者是用一些 很爽很脆的蔬菜來炒 那些鴨腸 是很好吃的 但是在這裏呢 真是見不到有 我不知道哪裏有 如果有網友看到 或者是在這裏留言 說聲給卡姐聽 其實鴨腸呢 如果真是 它是新鮮的鴨腸 炒起來很好吃的 鴨腸呢 就有啊 我上次回美國呢 我都在 在哪一間超市呢 我不知道是在大華九九 只是在一間 俄勒江州 他們自己本身的 那些華人的超市裏 我就買了鴨腸 那我就做了老水鴨腸 我的小朋友也很喜歡吃 在這裏買鴨腸呢 都不是說十分貴 和都是買得到的 但是呢 鴨腸就不見了 其實有時候呢 你買到新鮮的那些鴨腎呢 用來戒了花 用來炒 是很好吃的 炒蜜糖豆 炒西芹 是很好吃的 這些菜式呢 就現在其實有很多 我見到的餐館都沒有做的 可能你如果真的要吃 你就只能夠自己去超市買 買些食材回來 就自己炒 以前呢 真的很多這些 炒鴨腎 雞腎的一些餐館 現在可能真的沒有人做 覺得賺又不是賺得很多錢 還有呢 你要洗得很乾淨 如果你說那些雞心 鴨心那些 你又要切開它 洗得很乾淨 這樣 可能呢 我覺得呢 就是 廢時失事 所以那些老闆 就乾脆 就 skip了 就不要搞那麼多了 或者大家會問 卡姐你都吃這些東西嗎 其實呢 這些是我童年回憶 小時候 家裡的農場 都有養很多這些 雞鵝鴨 要吃的時候呢 我爸爸呢 都會炒得很好吃的 將這些食材 但是我呢 就很少吃 但是呢 都有吃 好了 現在呢 又轉進來這條路了 那我就 大家等一下呢 就去試一下那個 鐵路便當 看到右手邊 現在建到這個地方 以前是一個plaza來的 這個plaza 最出名呢 就有一間日本料理 叫做東京一番 我相信呢 就無人不知曉了 以前這個東京一番 就有做all you can eat的 還有一間呢 就在隔幾條街之外 那間 在那個grantville街那裡呢 就有一間 也是吃日本料理的 那你八九十年代呢 真是吃一餐不是all you can eat的 就是要點餐的 而且日本料理呢 是分分鐘呢 吃出幾百元 價值的 真的 是非常之昂貴的 而且在八九十年代呢 日本都還是一個經濟強國 當時他們的經濟很好 那很多時候呢 那些做日本料理的店呢 要在日本 import一些 我們在北美洲 找不到的一些魚 做壽司 做sasimi 那些魚呢 那它要是空運過來 他們很多時候呢 這些寄貨呢 就是日本的全日空 那些日航的寄貨過來的 所以我們在這裏吃呢 如果一家人吃呢 分分鐘是可以吃到五六百元 價值的 真是很貴很貴 後來呢 就有那個all you can eat 就是那個日式放題 所以很多人呢 就蜂擁而去吃了 反而呢 就不會去吃那些 那麼貴價的 要點餐的日本料理 那正不正宗呢 這些就見仁見智 但是在市場的market all you can eat 食放題的日本料理 它那個競爭是很大的 也都是它贏了那些 單點餐的日式料理的 他們的希望 分分鐘是長達了 成在溫哥華 我相信都有20年了 或者超過20年了 所以呢 在八、九十年代 無論你是在本地的人 或者是移民過來的朋友 都會去光顧那些放題 就是那些all you can eat 所以那些下一代 可以我們那些小孩 就記憶猶新 甚至有一些 我們那些小孩 移居了去美國生活 或者我朋友 有些已經全家 是回流了回香港的了 那很多時候呢 我回到香港呢 他們說起一些回憶的時候 就說 Auntie你還記不記得 一平那間日本料理 和東京一番 我說兩間都沒有了 是時而易世 是現在不流行這個放題 還是真的食材貴了 沒有辦法去做呢 我都不得而知 總之現在就沒有了 亦都可能很難做 亦都那個風潮可能都過了 所以我很多時候呢 要吃這些 我就回去香港吃 去旺角那裡 一帶就很多這些日式放題 一定我會回去吃幾餐 但在這裏真的沒有了 好了 現在呢 我就進來這個公眾市場 相信公眾市場 說起來 亦都是很多新舊移民的 共同回憶來的 沒有人不知道這裏的 亦都被稱為是 留學生的美食天堂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的那些兩菜飯 熟菜啊 是真的價廉物美 對於很多留學生 或者一些工身階層的人呢 這裏呢 是真的可以吃飽飽 不但只 還是很好吃 大家都不會說 不知道這個地方的了 現在呢 我要把車停好呢 那我就會進去 其實進去這個公眾市場呢 我今天都不是停留太久 我只不過呢 就進去買一個 台灣鐵路便當 也都是朋友推薦我 一定要過來買一個試一下 那我今天真的 事實上是吃不下 但一會兒呢 我還有是聚會呢 那今天又吃了 少少鍋仔飯呢 但是呢 我都會買一個外賣回去 我品嘗 但是買了回去呢 我亦都可以提前 跟大家在這個結尾說 我覺得 不知道是當時吃 台鐵鐵路便當 鮮入為主的那個味道 還是怎樣呢 我總是覺得 我今天買這個 台灣鐵路便當呢 都好像那個味道 不是我之前 在台灣吃的那個 排骨飯那個味道一樣 但是大家未吃過呢 都可以過來試一下的 那聽說都這裡 都很多人過來買這一種飯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下期再見